欢迎您去收看传奇中国节端午特别节目 接下来我们继续带您去各个直播点去看一看 浙江义乌拥有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被誉为新丝绸之路的起点 目前义乌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3000多名常驻外商 这些外国人在参与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活动的同时 自身也逐渐融入了当地中国人的生活 那接下来我们就去义乌感受一下 中外有人如何共庆端午 马上来连线的是在现场的我们的记者小金 小金你好 时间交给你 请为我们介绍一下 好 端端 好 端端 我现在就是在浙江省义乌市大城镇洪七村 为您做直播报道 今天在洪七村有一场非常特别的龙洲比赛 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的搭档 浙江义乌电视台记者吴小丹 大家好 我是小丹 祝大家端午节安康 好 小丹 说到义乌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说 义乌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的集散中心 没错 全球有200多万种的小商品 那么90%以上都可以在我们义乌市场上买得到 可以说义乌在我们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中 是发挥了一个非常独特而又重要的作用 那这两天我在义乌的感受 不仅是这里的小商品多 这里的外国人也是真多 没错 义乌有130多万的外来人口 那么其中常住外商的比例就占到了1%以上 大家别觉得这个1%听起来很小 但是在我们中国很多的大型城市 这个外商的比例都不足1% 没错 那么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在义乌经商的同时 也能够快乐生活 比如说咱们今天的端午佳节 我们就特别为他们准备了一场外国人的龙州赛 我们听到这个新风号已经吹起来了 这个龙州的下水点睛仪式 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们先看一下现场 来 小单啊 这个龙州的下水点睛仪式 应该是我们中国赛龙州的一个传统的保留项目了 没错 它也是有它的寓意在的 希望来年能够风调雨顺 咱们的龙州比赛能够顺顺利利的 这个龙州被点完精以后 立刻就活灵活现了 没错 换龙点精 对 好 明罗开始 我们的龙州赛 马上一会儿就要开始了 小单 刚才你提到 今天我们的龙州赛 是一个外国有人的龙州赛 没错 这些参赛队员 他其实都是在一屋经商 或者是在一屋留学的学生 其实我划过咱们中国的龙州 中国龙州可是真不好划 没错 其实在他们的练习过程当中 也遇到了很多困难 也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那么在接下来 我们用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好 来看短片